各位澳大利亚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今天的澳大利亚道 我是高松韵 2387万澳币基本上结合是一个亿人民币左右 这个是澳大利亚2018年财年 从澳洲的上市公司当中最高收入的CEO的年薪 而根据我们最新所看到的一份报告 在澳大利亚的前十大收入最高的上市公司CEO的 这样一个排行榜上来讲 几乎所有人的收入都已经超过了上千万澳币的情况 那么到底是哪些人有如此高的收入呢 他们是什么样的公司呢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这前十大收入最高的澳洲上市CEO的收入的这样一个情况了 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澳大利亚养老金业投资理事会提供的分析 所显示的澳洲的航空公司澳航Quantus老板Alan Joyce 以2387万澳元的这样的收入呢 是成为了澳洲在2018财年收入最高的上市公司CEO的这个情况 而金融巨头集团麦格里呢 他自己的之前的已经退休在去年年底退休的首席之音官Nicolas Moore呢 则差不多值一2万澳币的这样一个差距呢 是成为第二收入最高的这样的CEO的这个情况 除此以外呢 在这份榜单上呢 还有其他的几家的公司 这其中包括了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TREASERY ONE 就是奔赴的母公司 他的CEO那么也将近是1900万澳元的收入 之后呢 还有可能各位不是非常熟悉的澳洲一家金矿的企业 叫Simbabra 然后他的CEO也是排名在第四位 第五位呢 是一个澳大利亚的数据处理中心上市公司NextDC 他的CEO是排名在这样一个第五位的情况 之后呢 还有金矿Newcross Mining 然后Challenge Group是一家金融的养老金的企业 那Saronson Minerval也是一家和金矿所相关的企业 后面呢 有澳大利亚非常著名的招聘广站Seek.com的CEO Andrew Bassett 以及呢 医疗健康的公司Sonic Healthcare 可以看到的比较明显 其实行业的分布呢 相对呢 还是比较的分散的 但是呢 由于近一段时间 整个的矿业行业表现的非常好 其中有将近是三家 都是和金矿所相关的 这样的上市公司 另外一个其实也可以看得到的 大部分的上市公司 其实市值也并没有非常的夸张 我们看到多数的上市公司 基本上市值都是维持在 20亿到40亿澳元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以说 从这份榜单上来看 的确在 可能也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整体股票市场的行情表现相对是不错的 所以这些上市公司 都发出了比较高的 这个薪水给他们自己的CEO 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呢把这几个上市公司的过去一年的整体的股价的表现 和大家进行了列举出来 其实如果只是看存缺的股价来讲的话呢 Quantus过去一年的股价仅仅上涨了2.78% 那么Ilan Joyce是不是应该拿取这么大的工资呢 的确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一个地方的 那么也滴滴滴滴表现非常好的 比如说像New Cross Mining 然后这家公司呢 在股价年内涨幅其实是达到了85% 而Sarenson的股价增长的几乎是达到了100% 那么这样的上市公司的老板呢 得到一定的奖励呢 我相信也是股东们所能希望所看到的 不过呢 就在最近的过去的一段时间 大家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 那澳洲的上市公司高薪的 CEO的高薪的这样的情况呢 已经开始得到一些行业当中的质疑 根据澳洲证券投资委员会 ASIC首席执行官的表示 坚于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开始反对 上市公司的薪酬报告 而同时呢 银行业的皇家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已经出炉 显示出来很多的首席执行官 并没有因为其不当的行为 而纠责还是拿到了自己的奖金 或者是比较高的高薪 这点已经让很多的投资人对此来表示不满了 而也值得一提的 在这份报告当中 我们并没有看到四大银行的CEO 在这个榜单上进去上榜 而四大银行的 其中NAB 国民银行的CEO 是以620万的收入排名 仅是在第26位的一个情况 而另外一个 在这个表面上 其实有一个比较具有讽刺意味的 就是Challenger 在今年年初 Challenger所退休的首席执行官 Brian Bonari 曾经呢 当时卷入了一些非常难看的 像罢工这样的漩涡 而且自己公司的股价一直表现非常的不好 他还拿到了1100万这样的一个年收入 那么这个真的有可能 让投资会看起来会觉得是比较的心酸的 那么今天想和您一起进行去探讨的 您是否认为澳洲的CEO 所拿的这个工资是值得的呢 您是否也认为澳洲的CEO的整个的 类似于这样薪酬的标准 应该更多的和他们自己的业绩的表现 或者说如果是表现不好的话 应该得到一定的惩罚呢 欢迎您和我们分享您的看法 我们会在未来呢 继续给您带来更多相关这个话题的讨论 这就今天的节目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大家好 我是以诺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您想要观看更多的澳财网视频节目 欢迎点击屏幕左边的播放列表 您也可以点击下方的按钮 订阅我们澳财网YouTube频道 获取最新的澳洲财经资讯和评论 感谢观看